长者收股息8月19日星期一上午4点36分 恒生指数星期五升了三百多点 这些稍后再说 美国只是升两位数字 纳紫图图曾经跌过 最后升37点 美元、META和亚马逊要跌 其他都会升 英伟达$124 基数未尽 至于说是否衰退 这就不用争吵 到衰退一出现的时候 股票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时候 那你就要想一下 要么就不要动 要么就现在全部买了 要么就研究一些衰退股 衰退股就是翻身容易的那些 例如高盛 我都说了 还有如果美元跌的时候 要买一些销售国际股 例如宝杰 它在外面收回来的钱 就会等着美金 就是美金的跌幅 试过很多次 就是股灾在美国 那现在以道指来算 道指就是4万点 跌2%就是要跌800点 跌2% 横看、跌不看 和历史计数 都是没有称得上股灾 就是跌市 不过不是股灾 股灾起码都5-10% 一跌过 例子就是1987年 当时我就很庆幸 我当时没有钱 没有钱去亏 当时很英俊 好了 收了什么股息 收了267 一份7300多 我发现了恒生银行 现在最近这几次派股息 它收费便宜了 没有计算的 我再查清楚 再跟大家分享 之前它收很多的 譬如你收1万元和收5万元 5万元是收到很多手续费的 搞到我将一些 大份的股息 就拿到中文国际那里 现在不用了 我研究清楚 再跟大家交代一下 还有一份小小的 千多元就是525 这个叫做港芯跌路 不派很多次息 疫情到现在 开始慢慢派一些股息 这股息也挺好的 从无到有派息 星期五我说了一股 叫做顺丰防托 有个网友在留言 我想他不喜欢顺丰 他就说去资不抵债 我就阻碍了他 为什麽呢 我保护一下他 因为资不抵债 不是这样计算的 有个资产有个负债 加上正数 就不是资不抵债 在说这个之前 要去一些好的网站 看看他 譬如这个顺丰防集团 控股 他长的一条就是资产 短的一条就是负债 你看到的 如果是本地的股票 你就看到资产负债表 里面最后的一行 最后的一行 就写着 合计 资产及负债合计 如果是正数 那就不是资不抵债 付负债 付资产就是资不抵债 那些要多产的 所以不要说 我保护你 人家如果有高管 跟着这些留言 追查你的 那就不太好了 对我都不太好了 所以我就隐藏你 当是学习 不是随便可以说的 知不抵债 你不喜欢他 还是不喜欢他 不要紧的 我又比较一下几只股票 美团就来放业绩 美团第三只 美团W W就是同股不同权 就是年初至今 正31 它就是输了给中海油和中石油 输了10点 也不止10点 加上股息 美团没有识派的 美团就是跟腾讯 高腾讯2点 其实差不多 美团腾讯和中石化就差不多 阿里就是升得 单位数字升8 明显就输了给腾讯美团 以升幅来算 年初至今 就是盈富基金最差 所以你说指数 我通常都不理你的指数 因为说指数 就是粗略地代表了 一个市场的那些股 走势 对你有多少盈利 就是没什么帮助的 我展示这个表 为什么我用年初至今 就是因为APP 只能自动化做到这个 它有单日升幅的 百分比单日升幅的额度 和市值 和年初至今 就是这样的 如果它能够加一些 一年 两年 三年 如果以五年计算 腾讯美团 阿里都输了给这些中特股 输了很多 我就不是说这个美团 阿里不好的 就是说如果今年就算 你没有买这些科技指数板块股 你买了中特股 买了一些 八八三 三八六 或者买这个 八五七 你买八五七 就比买 腾讯 阿里 美团 等同 就不代表它们未来不好 是吧 又要再等久一点 看看它们怎样走势 所以都不用惆怅的 你没有买这些科技指数板块股 买普普通通的收息的中特股 你都是很有增值的 所以说香港股票不好玩的话 你就没有选择这些股 是吧 你选择这些 八八三 八五七 那你年初至今都收获 甚丰 就是比很多基金经理好 现在这个画面 你看到优品360停牌 停了两天 我们有这些股票 小两 不是多 行政总监就被联署拘捕 但是没有起诉 如果48小时都不起诉 就放他 不知为什么 不要说 不要说了 进入了这个司法程序 说都没用了 今天复牌 如果因为这样的事 而令到股价突然大跌 就是可能一个机遇来的 我认为 你有朋友就不喜欢零售 不喜欢零售餐饮 不要紧 你不喜欢 就买些你喜欢的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一间银行叫平安银行 就是第一只宣布派中期息 以前不派中期息 这些银行 我们不是分析这只 这个很特别的平安银行 叫做黑股一号 深圳一号 香港一号 就是长江一号 这间就叫平安一号 就开始率先派中期息 那我推测 其实陆陆陆续续 有些银行跟着宣布 都会走这个中期股息的路线 之前有人问我 是不是有人宣布了 宣布了派中期股息 真的站出来一支支咪 对着高管 就没有这样的场面 但是一直 他的发布消息 跟一些媒介说 都是走向这个派中期息的路线 包括四大各有银行 好 看看点唱节目 有个朋友叫我解释 叫我分析一下这个3号 让他有什么部署 他说他卖了 卖了一半 他卖了一半 因为他不喜欢他 中期业绩 就是赚少了15% 那我就另外一种看法 稍后再说 那个15% 一支这些公用股 要加价之前一定不好的 如果你有很细心的分析这些股 他8月开始加价了 加价之前 如果还赚得很厉害 那就加价没用 令到民不聊生 你明白吗 那8月加价 那下半年的业绩会好 但是好得来 又不会令到他谋取暴利 公共股股是这样的 那你说如果一加了价 他大赚 那别人又说他谋取暴利 所以我猜下半年会收复 这个盈利会不差得那么多 每年的股息 他都是很稳定的 三合半 今次的中期业绩 也没有改变的 正正经经的说 他说减少了15% 就是因为香港旅游多 旅游人士多 还有天气热 那么合理 天气热 不用那么多热水炉 那煤气 你不可以期末 它有太大的增长 太大的增长 你又要看中电 在别的地方有钱赚那些 你在本地如果赚得太多 谋取暴利 别人又会质疑你的 攻击你的 你明白这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说回 如果在别的地方有业务 又有风险的 譬如你在澳洲又有谈东西 澳洲可以虚本 虚到你刑警都可以 可以 你买这些 要自己有个计算 那怎么部署呢 如果你继续喜欢一些公用股 你就买一下电股 买一下中国的电股 如果不是你喜欢买其他想赚价的股 那你首先买了它 我不是很情长一点的 就是它今年都给我这么多升幅 我就持有它 如果因为今次这样加价之前的业绩倒退 而令它的股价有些大跌 我就加仓 我的部署而已 我想你都听得明白的 是吧 我估计是走向这个加价的方向 因为它今年又赚少了一点 下期又可能赚少多一点 不可以 于是就申请加价 加价又補一点点 大家都明白 其实就细心跟开这些股 你都知道是这样的方法 那你就看天气冷一点 如果你有煤气的话 天气冷 用煤气又会多些 多些公屋入伙 又会多些煤气客户 多些居屋 多些简约公屋 就会多些 它没有竞争对手的 难道买石油气灌呢 它始终有生意的 问题就是它的价钱是怎么样 你会不会满意的 好 有什么股要说 9988 9988持货几个钟 就升了上去80元 我加9988 9988来说 它是跌到很低 可以这么说 跌到很低 它是年初至今 以科技版法来说 就是升得比较少的一只股 就是升到好像煤气 港灯都好 它是有色派的 还有它派息就像这个 如果是继续下去这样 就像这个大家乐以前了 大家乐以前是怎么样的呢 它一元股又是派一里半 去到五元股又是派一里半 去到二二元又是派一里半 就是股息的额度的增长 就是很可观的 就是它现在起码开始 那两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它派息的 上一次是11月的那期有得派的 然后5月的那期有得派的 看看它11月的中期 就是11月的那期 就是11月的那期 就看看有没有 我不知道它是中期还是末期 总之 上次11月就叫末期 派0.125美元 就是我看好这股股 未来的派息可能是常态化的 隔六个月派一次息的 那我就 除我怎么做 我喜欢卖出去 持货一天 赚它5% 都可以的 提早收它的份息 收它未来的份息 拿着它 等它未来的半年 或者未来的一年 看看它的走势 会不会好得过 这种特股 又不多 一千多股在手上 都不用什么点部署的了 在星期五那天 那些内银股 不是升得多好 1398公商银行 今天派息 那今天星期还有一个 叫做 什么深高速 又有息收 那如果那些内银股 四大 都有中期息派 那可能去到 11-12月 又有息收 就是 时代变了 开始有这个 中期息收 联通 联通就是派息 增加派息的 有个网友写在这里 它的派息比率还是低 还有很多 中间去升 理论就是 它增加的速度 它增加多少 是随着公司说的 那今次就是 那个派息 那个升幅 都有大约10% 所以就 开市的时候 升多些 开市的时候 升超过5% 现在慢慢跌回 一点点收市 升3% 挺好买的 可以持有的 因为它跌了下来 现在收复回 去回这些 打横区那里 都很合理 是不是 据前试过这些 不知原因的下跌 不久将来 都是会收复的 有些朋友说 看这些 就看过去 未来就要靠股 都合 都对的 但是 过去 是过去的未来 是不是 那你推测一下 那个trending 那个走势 是有帮助的 你没办法 看到未来的 靠股 你也要有些基础去估 所以看趋势 并不是一个定点的数字 看趋势 趋势 趋势就是很大部分时间 这只股都是在50 加减 120 的RSI 这样的 现在就是趋势 向那一方面 联通可以投资的 这只股 8号 有一个朋友 看回那些旧片 他留完一段 东西在那里 说8号仔 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他不买了 你要了 这样的 写得出这些文字 一定是相当年纪 我经历了 BCCW 收购 香港电信 就是电话公司 以前的英资 电话公司 那次 我见到 临退休 相近退休 还有五年至十年退休 那些同事 就是 我当时喜欢买 8号仔 所以一定是相当年纪 起码都70到尾 那类的 不然就是 不知为什么会买 通常我的年纪 年纪 就不买8号 说他老套 那如果你买8号仔 也有一个机会给你逃生的 就是他收购了之后 那些BCCW 那些债务未显现出来的时候 他将股 十股合一股 当时是百多元一股的 都是升到历史上的高位的 如果你当时 你当机立断卖出去 你就会有钱赚 兼全身而退 就不用经历在未 过去的未来 那些所谓私有化 打官司 有卖给外国人 中途杀出李嘉诚基金会 又跟他买 那样 很多故事的 直到2011年的时候 就分拆了电话公司的业务 就叫做623 4.2 如果你肯给多4.2 拿到现在 你无本身利 623 继续永远收下去 当然 这个8号仔所经历的事情 就令到很多人 不懂得把握机会的人 特别是 心存怨恨 这个是真的 所以 你说会不会 世界上会不会有报应 他当时年少 看世界不同 我说这个BCW的老板 使财技 使得很尽 令到很多人 不喜欢他的股 这是事实 但我比较年轻 当时 他出了623 才关注他 所以8号和623一起买 买到现在 收购 收购 所以说 时也运也命也 你在什么时候 遇到什么事件 就决定了你 究竟你 之后够不够运 8号 现在正在回 我女儿也买了出去 转头第二只 他应该 上网应该有几毫子 如果乐观的 很久都未去过4.6 向下行 3.8 3.9 长期有息收 不过有很多人不喜欢他 这是事实 特别是再老 老过我那些 不喜欢他 再看外围指数 汇丰就是 上个星期五 不是说他的外围参数很好 今天 外围也有6毫子 6毫子正数 加上 中特股每个都绿色 还有 恒生指数 这些是以ADR数字 来推算的 ADR不是每个股 每个股都这么好成交 这个数字 没有那么准 但如果有三个数字 就和开市的时候 恒生指数的数字 有相当关联 特别是这个参数 和这些参数是好的 是向上的话 恒生指数 开高点是很正常的 但是开高了之后 会不会走回低呢 过往十日 都有一半就是这样的 高开了又跌回低 又升少少 低开又升回 又没跌那么多 香港指数 过往十日八日 都是走这些路线 所以我猜今天会 开高的数字 这些油股 我觉得八五七 几好投资 因为第一它跌了 第二有个V型 和神话差不多 神话这个礼拜又派息 这个礼拜又有钱入 中石油 走势是这样的 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 就是现在买 那时候买低一点 和息率又高一点 不要少看这些股 你看它五年 五年是跑赢 我经常说的 腾讯、美团、阿里 跑赢一条街 加上它的利息 那不是说它好 那些美团、阿里那些不好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买那些 你有买这些的话 你都没有蝕章 没有这些 就是这么说 如果说美团 你同上那些不好 有人不喜欢的 扫他生气的 找石头扔你 也未必是 事实上就是这样 要知道这些数字 所以你在香港投资 才说有些机会 去找到那些钱 如果不是你常年 长期都找不到钱 又在那里讲股 那你的言论 都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信性 你都找不到食 你讲股来做什么 不如去买美股 不如去买美股 我现在画面看到的 就是316 316 或者说清晰一点 不行 它是升了 如果你计算上一期的派息 是不够2港元 一个多 如果今次它有进步 进一倍 当它派4港元 都已经很好的进步了 如果你在105买上来 已经有4港元 已经 你可以控制风险 不再玩了 你博利点 都是很合理的 我计算的方法就是这样 不是印象 因为航运股在香港 是股息来导向 股息好 它又会升多一点 股息不好它会减少一点 不是看其他的数字 其他都是印象 22号 派业绩 即是星期五派业绩 即是四派业绩 星期三就是 改封国际 再迟一点就是 1919 近期1919和316都走得不错 1919去回11元 但它又近期没有升得 316那么多 是不是 反而它跌了下来 我在这里卖了 卖了一半 因为已经赚了一倍 是不是 它没有316 近期升得这么多 反而如果你获利了这个 316 不如买少少这只 还好 还有一家人 316好 它的收入自然好 它又有港口 又有船温 那样 和记港口 有识派 我就有得收 9月多收 那只是新加坡股来的 我今年收新加坡钱 收新加坡钱 你可以选美金 可以选港元 都是转换的 和记港口 说几好业绩 就是从1号的年报 半年报 1号 好了 航运股我觉得 316 如果赚够的话 如果你觉得4至5元 你觉得够了 那不如换一下1919 但是如果你继续持有316 持有这些股的话 你会和大摩走相反 大摩看淡这个板块 他说316是89元 基本 目标价89元 我就和他看相反 我想我赢他 今年 我都没查过大摩 有没有唱低了之后 那些客人加了仓 我都没有时间去查 没有时间这么八卦 真的 看正面一点的 自己如何处理每一个板块的事 保险股 内险股又升了3天后排息 咦 又有息收 我这支股又有息收 这个星期都有几支股排息 那他呢 就是近期站稳 有少少升幅 都未升的 应该是去回 他上面 几个月之前的12元 去回半也好 都有11个多 所以这些股就是 有股息收 买少少 有些人说他有内房 拿着内房 所以不要搞了 有内房的exposure 每一个缺点有一个价钱 如果内房回稳 那又怎样呢 内房股复苏 那又怎样呢 不是说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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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将来 那又怎样呢 那可能抵买的日子又过了 你去买其他 现在差不多很多股 好股都升了 除了一些油股之外 内银股都升到 我想升到七七八八 一有中期业绩消息 又有些计量 好的就升多些 不好的又会跌回 就是内银股已经升到七七八八了 那就要看些 还未升得好好的那些 那些油股 那些内险 那些 平保看是怎样 平保都有失色 升上三十四个多 升了不下来 一升一跳升 不下来 有些人都是 买价值 这只股 是跌股 这只股 跌到低位 有两次到底 跟着现在就慢慢有个小兜 就来派业绩了 看他派什么息 以息率来计算 因为他的股价低 息率来计算 这只股是比较好的 所以可以投资的 就是国寿和平安都可以投资的 平安银行就是宣布了派中期息 大头 财险 千两日升得挺好的 昨天升少些 但是这只股是长期走势好 过其他两只 这只股是上升的 所以见到低位 就好买的 三只都挺好 内险都挺好 我就不懂 推介别人 买这个腾讯 阿里美团那些 就交给很多人看那些 为什么呢? 我解给你听 3690那只股 是W股 不是S股 S就是第二次上市 S 即是阿里那些 是SW 第二上市的同股不同权 这样 他呢 看回八年 这个八年来的话 五年 走过腾讯模式 有一个升幅 很多人 就是经历过这个升幅 觉得很厉害 如果我买了 会爆升 那我就可以提早 财政独立 财政自由 财务自由 这样 很多人仍然 记住这个故事 困在你 你有没有学到你 然后急跌 然后就一直跌到现在 到今年年初至今 是有些升幅 所以这些是 跑输了给那些中突股 如果过往五年 都是拿这些股 而忽视了那些中突股 你的仓一定不好 环境 但是这么说 是否代表它 未来不好呢 未来有可能 好一点也不一定 但是能够升得上 翻墙这些山顶呢 这个机率很渺茫的 就是这些股 什么股做得到呢 曾经威过沉底 又再威回一次 只有很少股 其中一只就是苹果 苹果当时 买电脑 输给IBM的PC 输到只剩下 6元 不是很久之前 它又出了一只iPhone 又和它翻身 又再升 升到现在 成为七红股之一 现在还可以升 微软也试过 20多元股 微软 当时因为怎样呢 没有手机业务 就是苹果威了之后 人们看 微软那些做软件 都赚不了多少钱 于是就跌了 后来它又做伺服器 那些 做霸占了伺服器 现在大半壁岗山 现在的Azure 又投资到AI 又给它翻身 去到几百元一股 只有两只这些股 是可以威过沉底 又再威回一次 但是这些 这些叫做腾讯模式 你看回 其实评估是相当容易的 就是700 700 腾讯 腾讯的五年走势 就是这样的模式 曾经威过沉底 现在最近好像有些想回去 但是去不去得到之前的数字呢 机会不是没有太久 时间 要健康长寿 你才能等到 我看 但是如果你照买 买这个腾讯 它只不过是 最上一次高位是700 现在300 跌了50% 不是多 很多股都跌了50%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它需要南非股东 卖到七七八八 它才可以有一个 比较像样的升幅 但是它业务是稳健的 有钱赚的 但是它很孤寒派息的 它宁愿将股息 宁愿将现金去买股 托着南非股东的股价 它都不派给股东 反而阿里就清了 阿里就遮到日本 孙正义的股 已经 阿里 孙正义的股 都买到八八九九了 它没有了那种顾虑 所以它未来的走势 可能会追上一些 它现在是年初至今 是升得最少的 科子板块股 我很少说的 有两只股 是长期跑赢 腾讯阿里 美团的 其中一只就是 比亚迪 比亚迪 现在是200多元股 有些人都仍然记住 它这个故事 由30多元升到 100多元 如果被它卖中 它便可以财务自由 但是它就是 5年的走势 明显 5年了 明显跟腾讯模式 腾讯美团 那些模式是不同的 小车股 都是走腾讯模式的 一次颠峰 跟着沉下来 就是遥遥冒期 复苏是遥遥冒期的 比亚迪 其实这个股 是很值得投资的 它有几个因素 第一 它的货继续有得卖 卖货越来越多 去欧洲 虽然有关税的问题 但是它仍然生意 仍然继续有得增长 而且巴菲特也卖到 只剩下5% 情况比微远好 大股东沽货 那个因素 1211比亚迪 这是科子版 快股中 长期跑赢 这个腾讯阿里 科子 美团 跑赢了 另外一支 就是992 就是联赏 联赏跌了 它是5年 这个是5年图来说 明显是不走这个 腾讯模式的 它跟腾讯一样 有一个高峰 跌回来之后 它就会会派 派4利息 3-4利息 它是慢慢向上 这两支 就是科子版块股中 走得比较好的股 就是这样 这支勉强 如果你跌得多的话 都是一支收息股 看它派多少息 它的收益率是3.92 就是如果跌到有4厘 加上它是长期跑赢 这个科子 都是很值得买些 买股就是 看看你多少仓 有些股 你不会买很多仓 就算本地公用股 我都不买很多仓 我最多仓是内银股 因为它给我的股息 历年来都是最多的 走势又不上不下 就是平稳 我就喜欢那些 另外就是各地的 本地银行股 汇丰行生 中银香港 这些都是很多的 我接着就是 油股 油股8-5-7 就多过8-8-3 8-8-3 我已经卖了一半了 因为升了一倍 那些本地电信股 就当然是小仓 以银码来说 小仓过9-4-1 我就多些9-4-1 是不是 所以有个朋友 他说 哎呀 日本城跌那么多 身为 心痙痙的 不需要 我想那些都不会佔你的仓很多 是不是 你不喜欢的 就换马 有很多换马股 今年 现在3988 都还是可以换的 不算太贵 还有 1171 那些 仍然是很低 但是有个 复苏的走势 画面看到10.28 这个就是1171 171 你时刻 都要想着 有机会 这个五年走势 是不是 向上的 看回一年来说 现在又见到一个兜 是不是 挺好 你可以换马 不用心甘甘 我在那里 买那只股 又要让它赚回 你如果买一个组合 就看整个组合 好还是不好 是不是 我现在组合最不好 但是有多少势头的就是 那些地产股 那些地产股 那些地产股是跌了的 但是我有一群中特股 有些中资银行股 电信股 那些油股 那些 瞪着 所以我环境就比那些 拿着去买这只股 有得赚 就去拨第二只 那些 我就不是做那些 我买一个组合去收股息 神话都很好 神话 虽然说1088 不是1038 神话升了半个百分比 神话的走势跟117一样 就是回调之后 有个V 这个有个V 不是有个兜 不是一个圆形 是一个V形 就是这只股 正在服输这只股 都是可以买的 这些 可以投资的 李生的股 1038 1038今天上市 在这个3点之后 今天多少号 今天是19号 他说在英国那里上市 那我询过他的流动 不是流动股价 是流动股份 25亿 25亿 流动股份 叫做25亿 过往 整季都没有转变的 股东持股 没有消息 看看他这个 长江基建 在英国那方面 卖多少 他现在都在 下跌整件事 都没有那么张扬 我想他都很知道 这股股卖多少 你控制不了 人家喜不喜欢你 是另外一样东西 很多在美国的ADR 都没有什么成交的 很出名的股 八后仔都有 很少人买卖的 各泰航空那些也有 很少人买卖的 长江基建 回变点 我猜他会回变 什么都 什么的憧憬都完了 看看在英国各方面 怎么样 加派息加1个先 也算是有 可以获利点 我都获了点 不是卖了卖了 就这样讲讲讲 影片都很长了 今天讲了些什么 公用股加价之前 是差点的了 你要记住这件事 我会帮到你的 我看今天会升 我也是关注着石油股 石油股 电信股 联通 中移动 中移动可能只是升得这么多 升到七十几元 七十四、七十五都试过了 会有机会是回调一些的 那你关注着它 如果回调得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买一些 这些不会害你的 这些股 我看汇丰 你不要看少它 不要认为有这么多人看稀 因为为什么呢 我认为大银行股挺好的 花旗银行这股股 我有的 又会升了1.4% 好像高盛也有得升 高盛也升1% 大型那些 它是走过饭的 所以汇丰 恒生你看它很低 你就加一点 不用管那些人说的 香港经济又不好 经济又有三点多 香港GDP 就是说没有楼炒 零售不好 没有这两贩在这 都有三点多 有一贩数 可能在这扩胀也不行 那些贸易的那些 那些带起了行股 就是带起了GDP GDP 就是不用再依赖炒楼炒股 也不用依赖那些 至于零售餐饭不好 都是看个别的 你看是不是 那家OBEC 不是说要减店 但是走过旁 有一家叫寿司廊 天天站在排队 用餐时间一小时的 消费又不是低的 那你想想 那些人喜欢吃寿司 不喜欢吃牛扒 就是你要迎合到消费者的喜爱 那你才有得做的嘛 就是你如果想做回以前做开的事情 又一路一帆封信 我想现在的环境 就不是那么适宜的想法 内险啊 内险都挺好的 就是你看回平保啊 角寿啊 这一轮的走势都不错 特别是如果遇到它 回回一些的时候买 挺好的 中信给了个guidance 他说二六七 他说中期的盈利啊 跟去年同期是相若的 那都挺好的 去年同期相若 那又派回不够两毫子 一毫多指 港元 一毫八指 那已经很好啊 那又要看抹期式 看看今年会不会好一点 二六七都可以买一下 二六七 港灯 港灯回回 因为它赚少了嘛 公用股赚少了呢 就是应该在铺牌下一次 申请加价的 这些是惯例来的 就是这个港灯呢 公布了股息 没有变 美团 阿里那些 我有买阿里的 但是我不懂得推介这些股 我自己做的 我星期间就加了阿里 这些股可能是 比过往六个月好一点的 就是未来 未来三几个月 但是你想回复回去 它威过的价位呢 是需要一些耐性 和一些时间 保持身体健康 长寿一些 你可能会看到的 我今天讲到这里 是 是 是